巴铁的歼10C 以美制的F-15SA和F-16CD同场竞技 是秀肌肉还是大型推销会 近日 外散空军罕见地组织了一场由14个国家空军参与的联合演习 这场代号为印度核之盾2023的演习 参与的国家包括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 卡塔尔 阿联酋 埃及 阿曼 巴林 阿塞拜疆 印度尼西亚 摩洛哥 乌兹别克斯坦 还有中国和匈牙利 要注意 前面的12国家都是穆斯林国家 八方自信地表示 这场演习体现了巴基战空军参部长在推进技术 实现能力现代化和采用当代作战战术 以有效应对空防共同挑战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和卓越演见 东道主白斯坦在投入了美制F-16C-D Block 5052 以及新列装的骁龙Block 3以及歼10C战斗机 中国网友一定非常关心歼10CE在这场演习中的表现 现在还没有公开的报道 在宣传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西方的机型包括美制了F-15SA战斗机和F-16C-D战机 以及C-130结运输机和K-135R空中加油机 同时还不排除有阵风战斗机的参与 你应该能看出点味道了 外战空军似乎非常自信地组织了一场多国军演 而这场军演似乎又以巴铁获得了中国的歼10CE战斗机有关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待这件事的意义 首先白斯坦获得了世界上最先进的3.5代战斗机 有了在兄弟国家之中展示实力的信心 白斯坦在区域穆斯林国家之中有一个特殊地位 那就是武力特别充沛 此前就一种说法 沙特是巴尔斯坦军队的背后金主 钱是真的给 但是必要时是需要巴尔斯坦的军队为其卖命的 而如果巴尔斯坦能够在金主面前展示自己强悍的实力 那么就可以提升八方的战略价值 第二 巴尔斯坦也需要获得对抗西方战斗机的经验 虽然巴尔斯坦自己配备有F16战斗机 但是也需要保持以土耳其 沙特 卡塔尔等国空军的密切交流 这是巴军了解对手 保持高水平作战能力的关键 印度空军目前装备的主力战斗机 主要是采购自法国的阵风 以及从俄罗斯引进的苏30MKI 而阵风 卡塔尔就有 就算未来印度采购了F16和F15 那么对巴尔斯坦空军而言也并不陌生 关键是 巴军对西方战斗机的作战体系非常熟悉 第三 巴方此举是要向实施宗教民主主义的墨迹政府展示实力 同样也是为了区域和平 你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明白 这些参演的国家除了中国和匈牙利以外 全部都是穆斯林国家 对巴尔斯坦来说 当前最大的安全危机还是莫迪老先领导的印度 特别是已经走上宗教民主主义的印度 当十几个穆斯林国家的空军在一起联合演习之际 从宗教立场就能给印度更大的压力 第四 这次演习 巴方使用中国的坚师C参演 中方也可以获得意外的收获 一是可以获得以西方三代战斗机的对抗数据 在历史上 巴斯坦就由以中国的军工企业合作改进武器的传统 巴方主要是提出需求 这对于缺少以西方战斗机抗衡机会的中国而言 就能拿到改进后的F15 F16的新闻数据 以评估国产战斗机的优缺点 那么评估国产战斗机的优缺点就有了依据 二是 巴斯坦等于在帮助中国军工企业的推销自己的战斗机 巴斯坦目前当然是想推销他自产的骁龙三 毕竟巴方算是骁龙的投资方 但是歼10CE毕竟是比骁龙更加高端的机型 这对土耳其沙特阿联酋等国还是有吸引力的 战斗机的交易非常复杂 中国也不能指望能够很快的达成异象 但是只要在对抗演习时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就能提升这样的可能性 总体而言 我们从这次14国参与的联合空军演习中 可以看出来 巴斯坦的空军在装备了骁龙三和歼10C之后 其空军表现出了空前的自信 甚至在兄弟穆斯林国家之中的地位也获得了提升 这对于经济困难的巴铁来说 在金主面前秀肌肉很重要 而对中国来说 歼10C能够以F16 F15进行面对面的对抗 这样的机会也非常难得